随着中美关系紧张升级 对中国企业运营的短视频APPTikTok的限制论也浮出水面 日本国内用户对其前景感到不安的声音正在扩大 15秒内配合喜欢的音乐跳舞的风格 让它在日本大受欢迎 在10到20多岁的人群中迅速普及 还出现了频繁被用户使用的歌曲成为热门的现象 齐玉县穿越市高中一年级学生山根花梅表示 不但经常在TikTok上看视频 也有通过APP结交的朋友 如果不能使用的话会非常困扰 他几乎每天都要看名人和关注对象的视频 受新冠病毒影响 而停课的学校终于在6月开学 他上传了和朋友们穿着校服一起拍摄的视频 山根表示平时也会看YouTube和Instagram 但是TikTok最方便经常使用 热门视频的歌曲和跳舞的姿势在学校也成为话题 他说并不知道运营方是中国企业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从2017年起在世界各国提供服务 他依靠人人都能制作分享原创视频这个定位取得成功 据美国的调查公司统计 迄今全球下载量已经达到20亿次以上 目前受美国的压力影响 日本奇遇县大阪府和神户市都停用了官方TikTok账户 日本奇遇县政府5号表示 已经停止使用它的官方账号 奇遇县2月份开设了官方账号 发布了20条宣传当地的舞蹈视频和呼吁注意新冠病毒的视频 7月20号前后已经停用 视频也全部删除 目前奇遇县的官方账号粉丝约有1000人 大阪府在5号 神户市在3号也分别停用了TikTok官方账号 大阪府知识集村杨文表示 鉴于存在个人信息外流的担忧 在明确是否存在安全方面的问题之前 做出了应该冻结的判断 神户市4月底开设了账号 5月与TikTok签署了业务合作协议 此前发布了事例王子动物园 饲养熊猫的影像和市政宣传视频等 共约30条内容 粉丝共有550人 在限制TikTok的消息传出后 用户纷纷上传了担心软件被封杀的短视频 并出现了TikTok消失之前的热搜标签 TikTok的日本法人否认了信息会泄露 并强调将继续照常开展安心安全的运营 TikTok的流行不但让个人爱好得以展现 也引起了音乐界的关注 去年在美国 默默无闻的黑人说唱歌手 利尔纳斯X以老成禄创热歌榜记录 配合歌曲以牛仔装扮跳舞的视频大火 日本的创作型男歌手殷人的香水 也被许多短视频使用 在排行榜上急剧窜声 TikTok对直播类的消费行动也很积极 研究员谷口尤贵分析称 他抓住了对新事物敏感的用户 今后或许还将继续增加存在感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